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铁们 我是远胖 想找项目赚点小钱的 可以跟我一起来 今天我们的车行进到了河北的宝令 这里有一个发明人叫做季星刚 你好 你好 这是季总 发明人 对 九文大名 这是你们的办公楼 对 这是我们新办公楼 这是我的品牌 这是你的品牌 就是用水稻切割 用水来切割 现在你带我们去看一下你的那套设备和你的发明 比方说这是我们弄的 这水切割有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只要是固体的都能切 只要固体的都能切 固体的都能切 对 比方说磁砖 陶瓷 上大理石 铝合金 不锈钢 都能切 全部 铁呢 金属 只要固体的 它不分材质 就这个呢 地面呢 地面也没问题 地面也没问题 它不分材质 只要固体的都能切 一般软的呢 比喻像这个呢 软的也能切 这些呢 这些呢 是什么呢 这些都是切的 比方说我们这个设备主要做什么呢 我们在水行的话 我们只做安全切割 好像你脑切过炮弹是吧 对 我们主要就是像部队的公安的一些单药销毁 还有地方的一些石油的客户 石油石化 还有煤矿的 这种不能动火的地方 就是安全的地方 打个比方像油罐车 你可不能随便去切 但是用你这种小关键 对 用水切割就是 就很安全的 对 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你好 师傅 归信啊 我姓曹 我是元胖 你们现在是在做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是洞里边的枪体 高压棒里边的枪体 高压棒的枪体 你一个设备大概卖多少钱 现在 一般的我们都是定制的 根据客户的需求不一样 我们是给它来定制的 来定制的 大概在五十万吧 咱们上那边看看那些设备 好 这是已经成型的 对 相场没有电压的情况下 它有一个燃油机做动力 比方说相场罚含一个 一色危险物 把这设备拉过去到那儿 相场给它拆解了 有的自来水 就普通的自来水 就可以直接加压冲出去 那你应该要经过一个高压的一个过程 对 就是这个地方是吗 不是 这下面这个是加压的 下面的是加压的 这个是加压的 这边呢 这个是动力 这个是动力 那个汽油机的动力 哦 那你的刀呢 刀是通过一个管子 通过一个软管出去 一会咱们在那边 哦 通过一个软管 这个呢 这是个柴油机的 哦 柴油机的 对 那个是汽油机做动力 这个是柴油机的 哦 这就比那个稍微功率大一些 哦 功率大一些 比方说施化一般 或者是管道维修的时候 在野外 野外的管道有问题了 用这种 哦 那种呢 就是电机的了 哦 电机 对 这种是电机 这就是接电 因为在现场的话 你这个成本比那种用 那种切割要低吗 还是要高一些 低火焰切割是吧 嗯 比火焰切割要高 要高 就成本 其实还是比它们要高一点 就是用性成本 跟这个设备成本 还是要高 偏高一些 那如果你像你这个产品 放到民运出去的话 那你的竞争力 没那么大 因为现在有火焰切割 什么的都有 是这样 就是各种的切割的形式 不一样 嗯 比方说 你要是想着什么都切的话 你要需要很多种不同的 这种切割设备 所以其实那一套设备下来 几乎它的成本 是大大超过这种单一的成本 因为这个水切割 是这样的 是任何的材料都能切 不管你是木头的 还是塑料的 还是橡胶的 还是金属的 它都能割 全部割针 对 全部都能割 这是它的优势 而且它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水切割切完以后 它的这个表面 不需要在后期的处理 就跟沙楼 就是说咱们平常的抛光出来 是一样的 哦 你好 它这个是干嘛 这是模拟表的是石油管道 哦 这是石油管道 对 因为这些东西 这是我们上面装 有些法拉罗刷什么的 我们是模拟切割实验 我们大概切这么一圈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15到20分钟 15到20分钟 15到20分钟 噢 噢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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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噢 你看到没有 而且温度也是没什么温度 那我们现在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大罐 那里有一个豹子 所以我们今天等于是属于他们的常规操作 跟着他一块来到这里 然后把这个油罐车开一个大孔 因为这个油罐车一旦把它取在密封的 密封的里面有这样的太阳天 它就会容易引起爆炸 给它开一个孔 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 是一个开圆孔的 开圆孔 我们准备开多大 开到80来公分吧 80来公分是吧 对 哇 哇塞 哇塞 嗯 不是 全是油的味道 哇这里面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看到没有 哦里面它有风格格段的 你们知道吗 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看这个油罐车 既祝贺你的成功 也希望咱们下一次能够看到你最更好的这个产品 好 如果是说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 可以上发明明网站 也可以找南部组 找到这个 呃 季总 然后呢 如果对这个发明觉得很好的 你点赞 如果觉得有 有意见和想法的 可以留下评论 我们给季总留下来 好不好 下一站我们就奔赴河北的形态 好吗 就是这样 好 好 感谢 感谢感谢感谢 HER